黄医师特别要讲一段历史 汉武帝的宠妃 其实是气质让我讲的 就是说汉武帝的宠妃 李夫人是这样 汉武帝就是后宫嘉丽千人 他非常宠爱他 那这个宠妃就是李夫人 他到死之前 他就知道说他要死了 所以他就不要见汉武帝 那武帝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你 你现在这个最后一命 应该让我见到 所以就会有一句 就是流传后世的一句话 就是因为汉武帝的 这个李夫人就说 以色适人者色衰而爱持 爱持而恩绝这样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 就是说你是用力看人 还是用职业看人 因为航空公司 因为你的职业 或者是说你跑这个 各个职业人家 因为你是记者 而给予这个方便 那所以问题就是说 如果是以别人的职业 来看待人 而有不同的态度 对应的态度 那这样子算不算是小人呢 是怎么样呢 这是气质发给我的问题 那当然百分之百就是 以利度人的话 度人 就是其实就是小人 无误啦 但是我认为就是 这个世界上百分之七十 都是小人 百分之七十是小人 对 也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会很容易 被那个观念所影响 比如说不要因为职业看人 然后或者是说 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 道德的标准 但事实上你在社会上 走跳就是很难 就是大概百分之七十 都是这样子的人的时候 我们遇到该怎么办 那我就会反而觉得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利度人也就算了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如果是以利益 来吸引你的朋友 当然你吸引来的 就只会是小人 所以大家只要知道 这个现实就好了 那我觉得人是比较的 比如说你说不喜欢小人 不喜欢他用职业来看待的人 那你要去比较啊 他至少还是愿意 跟你用利益交换的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 比如说华妃娘娘说的名言 见人就是矫情 那有一些人 他还不是拿利益来跟你交换 可是他纯粹来 来跟你捂的 跟你二搞 就像那个刚刚讲的 那个就是 对 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 是不是说 你还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 好啦好啦利益交换 可是我知道你就是小人 然后我知道这个利益 大家就是就会散掉 所以比如说像 刚刚那个丹妮表姐的 这个故事 我就觉得很有感的 意思是说 其实它应该会影响很多人 可是我们不希望说 我看到的 我的感想是 其实在我的眼里 他就是凹了航空公司的钱 然后很正义凛然的说 我是为一般人发声 可是再把这个 拗了航空公司的钱说要去补给流浪狗 其实在他自己那一块 其实是很应该要检讨的 然后他再来说请议大家 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因为网红的身份 跟说我是网红 如果你不给我怎么样的话 我就要给他公注意众 既然他拿了那个六七五零的好处 他应该就不要讲 这样我接受 但如果他既拿了六七五零的好处 然后又另外更高层次的道德主张 主张为一般人发声 主张又捐给流浪狗 然后把事情用一种道歉的方式 或者是为别人着想的方式 把他再讲出来 我觉得他是剥了航空公司两层皮 就是你刚刚讲的 他就是矫情嘛 对 前面那个字就是 如果单纯的利益交换 那我OK啊 我就跟你交换 你请我愿 那你拿了利益好处 然后后来再来打我一巴掌 这样我是没办法接受的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文人 其实在座各位都一样 就是说我们比较有法语权 你在节目上嘛 或者写文章 那也这个证明度比较高 那你在路上听说 偶尔会被认出来 对啊 有一次还在相亲的时候 你自己笑哦 对 那是十几年前 我当时的老板觉得 我太努力工作 然后没有交男朋友 他很替我的虔诚担忧 所以他还介绍 他的同学给我认识 然后第一次相亲 其实是在那个星巴克 我那一件事情 昨天才忽然想起来 就是在星巴克里 我们各点了一杯咖啡 开始聊天 结果那个时候 真的是我比较常上 娃娃这个节目 那段时间 所以真的就有观众 看到我好兴奋 他就 就这样冲过来 然后就说 你是那个娃娃娃的邱小姐 帮我签名这样子 那当时我是第一次 跟那位男士 而且他也是律师 坐在对面 在那边喝咖啡聊天 那可是我觉得 观众认出我 我并没有不悦之色 那我就跟他说 好啊 你要我签什么呢 结果 那个人拿出一本书 那本书叫做 郑弘怡教你投资致富 你的粉丝 然后这么有水准 拿我的书 他不是我的粉丝 而是他认出我 可是他叫我签名 但是他拿的是 您当年写的那本书 然后我看到我以后 我就说 那请问我是要签 邱文仁还是 邱弘怡 我就问他 然后他就先说 既然是你 当然是签邱文仁 但是郑弘怡你也顺便签一下 你签我的名字 这伟团是说的 没有 所以我 我那时候想了一下 我就签了邱文仁 押了日期 但是郑弘怡 这三个字我也写了 但是我旁边 夸号也写了一个段 可是这个事情好还是不好 其实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的冒犯 我是觉得蛮好玩的 可是我对面的那位男性 他是面露不悦之色 我记得是这样子 被干扰了吗还是 所以他其实有凶了一下那个人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在进行私人的生活 然后你怎么这么打扰人 可是也因为那个原因 我后来没有继续跟他出去约会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连这么小的事情 都要生气的话 我觉得应该 不需要到生气 对 蛮难相处的 对 那这个是某一种场景 那另外一种场景 就是说真的 因为我那段时间 我刚刚一直讲的 不是不是 刚刚那件事情 是我忽然想起来 就有意思的片段 可是因为我在那间公司 工作的时候 特别是校园真才记 我是常常出差的 那也是因为出差 有的时候是我自己自费 比如说想在当地多留一天 我就会就是付钱买hotel 那有的时候是公司是可以出的 但是我们大家都是 会去用经济型 就是用比较划算的那个价格 去买普通的房型 可是也是因为 经常上节目的关系 我经常就会被 莫名其妙的升等 也就是 我其实是买最普通的房型 但是我去check in的时候 他给我升等到很高级的房型 这个经验非常多 不过以我的个性来说 我是比较无功不受入那一类的人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 人家给我升等 我当然很感激 也很开心 但是最后一定是我自己 多花很多钱 因为我觉得 我既然好像占了一点便宜 对 然后最后 我就在想说 那不好意思 就还会自己自费去 做SPA或者是买东西 吃饭 你这么勾矣喔 被升等到最后要check out的时候 都说 不是以前被升等的对我礼物吗 没有耶 其实我后来发现 就是人家对我好的时候 我付出的钱更多 对 是是是 听说你有过这个 住到五星级饭店 但是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 对 也是因为常常出差 然后所以像高雄 有某一家饭店 它是五星级的饭店 但它价格还好 价格真的还好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月 check in七次的那个记录 结果在某一次 就是那次工作又特别辛苦 那当我到了很晚 我才check in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已经这个月入住第七次了 结果你们给了我一个 这么闷这么小 没有窗户的房间 而那个饭店其实很大 它房间很多 不至于这样子 它是不应该 这是老客人 这是老客人 对不对 然后我就也是想一想 我到底要不要反应 我终究还是反应了 但我记得 我也是弱弱地打到那个柜台 我就跟他说 是这样子的 我本月第七次入住你们饭店 可是我现在真的 这个房间 我住得很不舒服 对 你们难道没有其他有窗户的房间吗 毕竟我是这么热爱你们饭店的客人 其实我只是这样子 温和地去沟通 结果没有想到 他们的SOP就是 他真的立即地处理 而且帮我升等 然后他就说 那秋娃姐 你把东西收一收好 我们帮你换一个房间 然后就有一个人上来带我 然后就坐电梯坐到顶楼 然后就是那种 我认为是他们饭店的总统套房 顶楼是最好的咯 总统套房 对 然后我也是大吃一惊我说 这样子不需要吧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今天这个房间没人住就给你住了 所以常常我觉得在处理这种 算是客宿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其实你只要反应 该反应要反应 对 你不见得要去做威胁跟恐吓 我真的很不赞成那样 真的不需要 其实这种比较有规模的公司 他都会有很好的对待 他们认为好的客人的那个方式 了解 了解 那据说黄医师 也曾经利用过自己的知名度 对 就是说我平常是 谨言盛行的人 就是说我特别觉得就是 知名度是大家给的 并不是说我这个人比较好 或是有知名度 所以应该我自己的言行举止 就是吃得下去拉得出来 一般的生活 我就是一般人 我就是这样看待我自己的 可是有时候 就是遇到挑战 因为我妹跟我抱了一家 日本的很好的温泉饭店 那他就多去住过 然后说这家很好 黄佑佳你一定要来住这边 但是他同时又传 LINE一张照片给我 上面是写着 我们台湾的某某县政府 员工旅游的牌子就立在那边 欢迎台湾某某县政府员工旅游 他说可是你如果来的话 因为感觉好像这受台湾人欢迎 那会有很多台湾人 甚至员工旅游来这边旅游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要订那个 房间里面就有温泉的 不用出去 你就不用去大众池 我一想对 没错就是这样 而且我妹又跟我说 我自己上网去看那个 饭店的那个套房 里面有自己的个人 这个温泉池的 我真的很棒 我真的很想享受 然后我这个 那一次的去日本的旅行 其实我都是跟两个学妹 但是我觉得这么好的房间 我决定要独占 我没有想要跟学妹分享 学妹虽然一定可以跟我出钱 那么学妹你们两个去住便宜的就好 那我学姐呢 我就是想要一个人享受那个房间 一个晚上 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日本的温泉饭店旅馆 很难允许一个人入住 就是这个房间他们好像过往 可能会有一些人在里面 发生一些意外啦 或者是什么以安全为考量 其实很难让人家单人入住 那我这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到底是要放弃 还是要坚持 可是那个温泉饭店 一个人泡汤 然后看着海洋 看着夕阳实在太吸引我了 所以我决定鼓起勇气 我就写了一封信 我平常不会这样做 我写了一封信给饭店的人 告诉她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台湾的有名人 You may jing 名人 你们是日文啊 我就用日文写信给她 我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台湾的名人 所以我可能会需要 就是这样子的个人的浴池 以免我去大洞池碰到人家 被人家拍到一堆游泳圈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以这样子的理由 然后保证说我绝对会注意安全 然后我会其实就住一个晚上 而且同行还有另外两个学妹 所以我不是一个人 要去那边想不开 这个你可以放心 是不是可以给我这样的机会 对 然后就真的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就一个人去住那个套房 然后里面有个人浴池 然后学妹跟我进来 参观这个房间 就说学姐好好喔 我们其实住在这里也可以 因为那个房间里面 就有四张床 我还说学妹不行啊 我今天就是要自己享受 所以我就一个人在那边享受 但是学妹也进来 用这个个人池泡 然后体验就是个人池 跟大众池的福利的不同 然后景色的不同 然后我觉得那一次就是我这个 运用知名度一个绝佳的 很好的经验 是我一辈子难忘的经验 感谢娃娃的各位 那一个那一多少钱 一个晚上两万五千块台币 那是真的非常高级的 其实那个饭店 应该还是有上网查了一下 你的资料 不然他如果知道你有名无名 我把娃娃的连结传给他 配点 语文很重要 因为我来说语文也可以 这公共舞爱啊 那你把那个音料转给我好不好 娃娃连结也给我 你看我 我只要改姓名就好了 是 他也怕你讨论他们的婆媳问题 会惹惹 会惹惹 我事在必得啦 这样子 新闻娃娃娃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一期五 四 四 五 五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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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六 六